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灯山岛份主耶稣一开始就先讲福气 就是主导臣很愿意父神将一些不同的福气赐给我们 但是主耶稣也特别讲福气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到底什么的人在神眼中 其实神是很喜欢将福气给这些人的 有什么特质呢 因为你横顾这个世上 尽管父神很想将福气给他的儿女 但是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常常蒙福的 有些人是很凄惨的 听他讲故事 看到好像你的人生是一个风暴 只有一一个风暴 不是在风暴中 而不是在营席风暴的路上 你都怀疑是否被神聚咒 有时你都怀疑 但是有些人不同 有些人听他讲故事 就说 为什么你这么蒙福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都有一些 建议出来说 你蒙了神的福气恩典 为什么神会这么疼你 你竟然可以得出这么多福气 即是incase你也有问 为什么呢 所以八福其实是解释一件事 主耶稣给我们解释 在神的眼中 有哪些人神认为是 这些是有福气的 这些人会似大福气给他们 如果你都想做一个蒙福的人 那你就要留心听 八福里面 到底主耶稣怎样说呢 到底哪些人 主耶稣会觉得 这些有福 神就是喜欢似福给这种人 那我们就这样成为那种人 那你就蒙福了 很简单 那今天我们就看看 八福里面的第二福 就是说到哀痛 那我们就看看 第一个point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为什么哀痛呢 为什么哀痛 那经文是这么说的 五章三节就说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主耶稣已经说了第一个特质 就是心灵贫穷 有福气 那这个福他也说了 我告诉你什么天国是炭鸿的 那我十二月就去了东南亚 第一趟 那我就visit了很多宣教士 有些是我们狗有支持 有些我们狗没有支持 不懂的 是我今次才懂的 那当我去了东东南亚斯 发觉 无论你去哪里都好 你去泰国越南 真的到处都是华人 这些中国人现在 大家都很流行的 字 不是很满意防疫政策 所以大家四处涂山 那流离 在那里 大家知道有看新闻 最近泰国发生一件事 就是驱港华人 因为那些华人的黑帮 在泰国 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 在民愤 议员出来要做些事 于是就赶走了一批 泰国的 原来有工作签证的华人 那批华人被赶走了 就四散了 那去到槟城 刚好就遇到一些 在泰国被人赶到槟城的人 那就是中国人 那我们聊天 那聊天我才说 其实 有时会在世上 你总找一个 很有归属的家园 这个地方 让我有安全感 让我心安 我就是想住在这里 没有人赶我 我很舒服地住在这里 原来都不是那么容易 泰国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都不是一些移民friendly的国家 很难拿到身份 新加坡更多人 就给了一口钱 美国也有门楼很高 所以不简单 所以当你都说 有福气给你 是什么 天国神 给他们 一个永恒的角度 那本的passport 你知不知有多值钱 这本passport 代表你永恒能够活在那里 在一个没有罪恶的地方 没有病痛 没有眼泪 那里的基业 永远都是给你 这个地方 真是 你钱都买不到 这么大的福气 神说 给人生命平常 第二个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 就是 哀动的人不有福了 这个福气是什么 他有这个福气 就是 他们会得着安慰 所以第二个福气 神想赐给我们 就是安慰 我们很需要安慰 其实神在很多 不同的层面 都让我们经历到 他的安慰 例如 神做我们 这个身体 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安慰的机制 所以每当我们 有痛苦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 自然会 trigger 一些endofin出来 让我们减轻 我们的痛苦 有少少愉烈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喜欢自床 对不对 就是不信 你可以试试 撒头埋牆 就是 不要这么大 撒头的那种 即使势力地撒 大力点 当你撒五十下的时候 你就会有种 身体有种愉烈的感觉 为什么 就是每当痛的时候 身体就会 trigger 一些endofin 对不对 舒缓的 好像有些morphin 的作用 所以这个神做我们的时候 已经built in了一个安慰的机制 任何时候 有痛苦 任何时候 就有舒缓痛苦 一些东西 当我们可以承担到 第二样就是 当我们信主之后 神似给我们的圣灵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24小时跟我们同在 有时经历一些很大的痛苦 自身的离开 你向神呼求 你就经历到圣灵 在你里面的安慰 那种事是扁着你和你说 It's okay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I'll take care of you 就是很难得那种安慰 但今天这段的经文 所说的那种安慰 就是另外一种 不是那种自然机制 就会感到舒适一点 就不是说 经历了很大的痛苦 接着经历了圣灵的安慰 今天说的这种就是 连上上面那种问题 就是当你觉得 原来我灵里面 是贫穷的 贫穷到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为了我自己 这种贫穷的属灵状态 这种的罪性 就是为了自己的罪的缘故 觉得哀痛 而且希腊文用的字 是最痛的那个字 被悲痛难而悲痛 就是那种 痴死衣服 痴心裂肺 养起尘埃 傷心欲絕 那种痛 他说这种人 是有福的 所以第二种人 就是会觉得自己 常常反省 那种我真的很不好 我觉得很不满意自己 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灵里面 一无所有 我为何这么坏 然后我很爱同在他面前 痛哭言不罪 神说这些人有福 因为这些人会经历了一种安慰 这种安慰跟其他安慰完全不同 就是你室内至亲 神给你那种安慰 以及你在神面前认罪 那种神给你一种确认就是 我一早赦免了 我在十多就赦免了 我知道 我在这 你仍然是我宝贵的念 那种的affirmation 那种的安慰 你试过一次 一生也行 这种安慰很特别 所以新的念 我希望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蒙福的人 就一定要面对一些 自己很黑暗的地方 当然一层一层来 我们通常有很多电话用的 但是 想成为梦福的人 我们就学会 怎样去哀痛 为自己的罪哀痛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不哀痛 如果你没有花时间 真的为了自己的罪哀痛 你发觉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缺点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不堪的东西 全部压下去 我们不是太能力 但你明白 当你把这些东西压好的时候 其实用了很多精力 你不知道 其实用了很多精力 所以你活口活力 为什么最近没有什么动力 一些精力都没有 很多人会越来越麻木 没有什么精力 其实就是你花太多的时间 将过去那些黑暗的东西 压下去 所以你走一走 为什么会觉得 他好像很狼狼 很丹重的 明明耶稣说 你来我面前得安息 对 你去他面前 你柔和谦卑 你认了 耶稣说 你背我给你那个压 我给你的蛋糕很轻散 所以当你哀痛的时候 我很记得 在神面前哀痛的经历 就是那种哀痛完之后 那种安慰 真的那个感觉 就好像 有一块千斤大石在你身上 突然间躲起来 就是突然间 神帮你拿走了一块 你一直背着的大石 你平时走得很累 劳苦担重担 你一定要扮东西 不断地扮 我要扮熟灵 我要扮我自己很醒的 不断地扮 直到一天你就想 神我不扮 我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这样你才爱 神说 是 你肯认了吗 其实爱的就是你 现在的你 你肯认就对 那种石一拿走了 你整个人 全都送了 原来神我不需要扮 我可以在你面前做一份真实的东西 我就是这样 我所有的缺点都在你面前 神说我早就知道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然后你就发觉 很轻散 你现在 真的做回我给你真实的身份 很舒服 我给你的胆子很轻的 所以任何时候 你走这条天路 如果你觉得 为什么劳苦担重担 你就知道 你背着一定不是只给你背 你是背着自己的 天筋大石 哀痛是一个帮你拿走这条石的process 那种安慰很棒 所以大家经历一下 第二个我反而想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 就是 如何哀痛 正确的方式 如何哀痛 第一个 如果你想哀痛 你首先第一步要做的 你要开始减少对别人 和环境的埋怨 因为我们通常喜欢把自己不堪的东西压低 然后就把我们所有一切不开心的东西 就赖给其他人 对不对 这都是他的错 他几个错 我到幕会十五年 十五年当中 所有人来找牧师 我需要一些安慰 我需要一些counseling 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一个人找牧师 我需要一些安慰counseling 就是最近我发觉太不满意自己了 我一个都没有 永远来到牧师面前 我需要安慰counseling 都说什么 我们牧师港道不满意 我们小组不满意 我们家人不满意 我们的配合不满意 我们的婆婆不满意 我们的外婆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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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儿女不满意 我们的家庭政府不满意 我们很多骂 可以骂一骂 各个都不满意 为最满意的自己 通常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 这个是human nature 这个人的本性 当初夏娃 不是 我当初一样 以支持很爱的夏娃 又写了情诗 又剩下骨中的骨中的肉 一旦开始闯我 立刻就骑视着人 眼前被翻诗更快 立刻说 到你做那个女人 她害到我这样 就是她 然后夏娃就骂一条蛇 大家不替她骂我 反而魔鬼就比较承担责任 对话也不说 她就知道坏了 人就是这样 人的天性是跟随亚当的 所以任何事情做错 你发现第一时间一定是什么 推得过来的射博 你曾经有没有身边遇到一个人 不单止不射博 他还肯帮你背起你那份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 就是你犯了错 老师说 你犯了错 说什么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教授 年纪很大才结婚 我认为一个我很喜欢的教授 很厉害 学术地位非常高 他从小到大 不信任生恩 他一直都不想教我 担心算了 直到遇到另一个教授 他有一个教授 其中一个时刻 让他决定嫁给他们 就是他做错一件事 然后他当时的男朋友出来跟我说 你行不行 你这个错 我帮你搞定我 我来处理我 我来复杂 然后他说 那个时刻 他称之为 那是耶稣的时刻 那个时刻 就是他最似耶稣的位 那一刻我就决定 这个人 可以教授中心给他 让我重新信任 方信任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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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是喜欢这样的 我们本性是喜欢怪人 所有事情都是人的错 其他人的错 教会的错 小组的错 政府的错 家人的错 但是有没有想过 其实哀痛其中一件事 是为自己的错爱痛 你开始减少 一直埋怨人 开始focus 看看 但是我还是要面对一下我 一些什么 敢于面对一些 我自己非常软弱的地方 所以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开始 敢于面对自己的软弱 很少人愿意面对 因为过程很痛苦 在18世纪 有黑死病 当时的孕妇 很多生孕就死了 有些就一尸两命 死亡率很高 超大至50 当时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找了理由 找不出理由 总之一直有些孕妇死 那些孕妇死 直到有一个科学家 他就留意了一件事 他说 其实原来黑死病的原因 不是因为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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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是因为医生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洗手 你的手拿破 然后去接生 就引致这些问题 他说原来你才是那个问题 不是孕妇的问题 不是其他环境的问题 是一个问题 但你觉得 当这个科学家提出这个理论之后 医生接不接受呢? 当然不接受 那有学会 伟高权重 怎会是医生的问题? 病人的问题 孕妇的问题 但是脱移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一定不是某个问题 所以他们拒绝接受这个theory 堅持不洗手 继续接受 于是一个三十年过去 不断有孕妇死亡 脱移死亡 直到最后 不断有问题 不如试试洗手 好吗? 试试洗手才接生 好吗? 大家就开始 不如试试 好吗? 你没有浪漫 一洗手 那就解决了问题 其实人生很多时候 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连我们处理 什么问题都不知道 其实在最后 原来我才是那个问题 其实我洗手 就解决了 解决了 只不过有时我们一直不面对 不处理 我们一直遮阻 那不是我问题 那就是他的问题 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对吗? 你处理 用你的包 你就发觉其实很简单 有些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对吗? 第三个就是要尝试自我反省 我们圣餐 每个月有一个圣餐 圣餐会提供 有少少的机会 让你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罪 但是那个时间永远都不够 因为很少时间 所以一定要做成乙女 你也有一些的practice 至少是weekly 对我来说 至少有一晚 你要花一点时间 去想一想 反思一下这个星期 其实是否有些很软弱的地方 有些很不堪的地方 是否都是时候面对下 过程很痛苦 我10月就游了五个地方 五到九十个城市 其实半岁有半房孙 其中一个地方我去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其中一个 我们有支持他们柬埔寨工厂的地方 去柬埔寨金边 见到当地的柬埔寨 探訪了他们的学校 有很多的事工 一天探訪完之后 下阵没有事 就睡一 当地接待的人就说 不如我帮你请一个私人的导人 看一个很好的基图 很有故事的 是个孤义 他说 他给了一个半天 带你游游金边 一些有特色的地方 我们一天谈好价钱 我们三个人带着我们去游 去到金边 其中一个大家会去看的地方 亦是最邪恶的地方 就是当时 这个恶名远播的S21 大屠萨集中营 很出名的 当时减埔寨共产党 已经入到金边的时候 在他们的暴政统治之下 减埔寨死了至少四分之一 其中一个最残忍的地方 就是S21的大屠萨 这个一定要看的 必须看的 去之前 当地的人就看了警告我 他就说 这个地方很邪恶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心理预备 最好你就 要安静自己 有些祈祷的时间 你就边祈祷 边深呼吸 边啟 一旦觉得不妥了 有些太heavy了 立刻出回来 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 听手诗歌 祈祈祷 深呼吸 然后再下路 但是地方不是很大的 总共四栋建筑 每栋建筑三层 但是能够看完的人极少 他就特别warn我 他说 我也看过德国纳粹集中营 我也参观过南京泰图的纪念馆 他说 你今天看的这个 It's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t's something else 他说 因为你去看 纳粹集中营也好 你去看南京泰图达 纪念馆也好 你都看到evil 邪恶 但是他们的邪恶表达的方式 比较隐悔 比较subtle 但今天要看的这个 他们在赤裸还原 当时有多邪恶 一点染色也没有 就放在你面前 in your face evil 他就说 你小心 很少人看得完 他在警告我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点不以为言 因为我心里有点不服 我觉得 大男人一人 很害怕 我跟他说 Texas Machines of Mexico 奥州电脚杀人狂 我都敢看 有没有看电脚 整个头飞出来的 眼睛不眨 看完又会发暗门 很害怕 我认为异性 我不怕这些东西 我又没有太在意 买票进去看 Sully很聪明 她很有自知之明 她一向知道自己受不了这些东西 所以她连一个建筑都不进 她从头到尾坐在 沙县里戴着耳机 有个耳机解释 所有所发生的事情 她看过我听 我懒惊地说 我戴着耳机 入到第一栋标定 第一层 就是他们的审讯室 当年他们酷刑发明的地方 我进去就说 真的很不同 一点认识都没有 理由不由 是有没有 Exactly 当年是怎样 她又拖了一张照片给你看 一张照片又不打格 当年发现 这个地方发现是怎样 就是怎样 那张照片 也在那里 连床放的位置 也在那里 Exactly就是那张床 烧烤的微理原文堂 它还原整个给你看 途不掩飾 当我踏完第一栋标定 就说 咦 好像有点厉害 这样 结束了第一栋标定 所以就说 二标三很多人 你看第二层第三层 那我就走到楼梯 就说 咦 没有人 楼梯有点黑 那我就在那里挣扎 我就说 会不会看第二层好呢 我就想 不看就好像很坏 之前有人吹嘴 德州大人旁 我就说 我不怕的 但是 我心是这样想 但是身体很诚实 就发觉 我的脚有点发圆 所以我就站在那里挣扎了很久 看不看呢 想不想呢 我现在 我四栋标定 我第一栋标定 第一栋标定 我就受不了 他有一点很坏 但是 但从那里下跌倒 就发然 那时候在那里挣扎里套 然後祈禹叔 给力量 我可以免费了 我不可怕 我不怕 PAC 那时候还在那里等 那时候等了几个人 他就有照片 我拉到后面上 就会人多 就会有胆 所以就点出去了 那我上去第二层 看了第一房 我看不出来之后 我就感觉到身体有一种 我未感受过的恐惧涌出来 我未试过这么强烈感受邪恶的存在 The presence of evil 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像呼吸不到 于是我又在那里挣扎 看不看第二层 后来我最后决定 不会死要不就会受罪 我说这些是缺乏的 这些时候快点跑好 我坐在这里旁边 接着我就全程坐在那里挣扎 就在那里挣扎整个部门的教室 我以前还在那里挣扎说 德州山旁又很厉害 我可以看完 却知道看完 第一个标准第二层第一间房 我竟然的不错 你知道有时面对邪恶 就是有点赌扎 你说你难得去到金边 你不去看那个地方 你不甘心 但你去看了 整个旅游心情都没有了 因为过程极其痛苦 有时面对自己的罪邪恶而罪恶 如果你从来不面对 你的灵魅不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你没有经历到神 这个很大的祝福就是说 原来安慰是给你的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不断地complain别人 complain政府 complain环境 complain之后会得安慰 没试过 我没见过一个政府 你骂他他会改 骂他没用 骂多久他都不会理你 不会得安慰的 你只要越罗越轻 越罗越轻 但是神明当你开始 他高出一个很痛苦的process 你肯面对自己的罪邪恶 而哀动的时候 他说你就是能够得着福气 你这种福气称之为 神有一个很大的安慰给你 但是过程极其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值不值呢 过值 主人也说了 他都没有骗你 他都没有哀痛就立即可以得安慰 不会 他都说爱痛 特别用了私心烈肺 那种痛的词 所以可见过程是痛苦 但是结果是值得的 结果非常之美好 结果就是你成为一个很有福的人 你得着神很大的安慰 而那种安慰是你一身流氓 而这种安慰临到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整个灵命 你对神救恩的形式 是会完全提升一个level 你对神感受多少的爱 就看你对自己的罪形式 有多深誠正比 因为主耶稣在十教上 背你的罪 付你的债 是表达他的爱 罗马斯说得很清楚 神的爱就是透过基督 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替你死 神的爱就显现给你 所以神是这样表达他的爱 你怎样感受 就是看你觉得你欠了多少债 如果你觉得我欠了五元 主耶稣还了 那你觉得OK 挺感恩的 但你不会很感恩的 五元而已 其实你努力学还得起的 但如果你觉得你欠了神 你有百元 主耶稣帮你还了 你感恩的心就强烈一点 是吗 你感受爱的神的心就强烈一点 但如果你觉得你欠了神一百万 神真主耶稣帮你还了 不理有感恩的心就强烈 但如果你觉得你欠了神一百个亿 你知道你这一世都还不到 你一世做奴隶都还不到 连你家人都要成为还在你 你十个都还不清 你一世都还不清 居然主耶稣说 你对神的爱要感受 是完全不同一个level 所以哀痛的人 对神的爱要感受 对神的安慰的认识 是完全不同 所以鼓励你生一年 定一个时间 够敢面对一些 自己很不堪的事情 也都现神的安慰 能让你医治你 最后吵心双功作 当你面对邪恶的时候 你觉得今天你去到柬埔寨 政府议员是这么贪腐 议员是这么无能 当地的宣教士一讲起政府就偷懦了 你要在当地花钱整间学校 你都不知道要跑多少部门 那些部门办事的效率能力之低 超乎你想象 你办一件事真是你真是普遍的 但是你猜不到 神议员兴起 一些很忠心的宣教士 依然坚持做福音的工作 你就发觉 只要任何的地方 依然有福音的工作 你就依然看到泛容 另外在那个家屋 你完全看到任何的泛容 政府的坏话腐败 贫穷的恶性循环 当地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Family Planning的意识的 一生生七八个 也都没有泛容 总之先生了 也都没有想过 也都没有想过教育 政府也都没有把任何的资源 给公共教育 所以他们是合法的 可以不俗书也OK的 就周间 十多二岁出来打工 但是神就 真是呼住了一帮很忠心的宣教士 他们想改变这一切 他们扮认学校 他们让一些交不起学费的人 能够接受教育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改变 带我们去导游那个Private Tour 那个Private Tour街 他以前就是很凄产的 父母离异 两个都不肯要求一个孤儿 神就偏偏 从那些先教的事的孤儿园收留了 神藉着一些爱 让他接受福音 他自己都说了自己整个很痛苦的经历 一直到怎样接受主 到被医治 今天神赐给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好有趣的女儿 对吗 他的father-in-law mother-in-law 对他非常好 就是亲生儿子一样 而且多了很多个adopting parents 有些是外国的极满满的爱 你看到一个很邪恶的地方 很悲情的地方 只要有福音进来 就是有盼望 任何的社区都是 今天我们很多人 我相信都不是靠满于加州政府 是不是 怎么办 但是有一个盼望就是 只要在这个社区 依然有教会 依然有福音的工作 改变人生的事情 依然发生着 这个就是盼望 这个就是神明欧的一个 圈国的盼望 所以我们继续 不仅是哀痛 我们就看到一个盼望是什么呢 福音工作 是值得我们投身去做 你能够做的工作 你知道 一种都是海村回来 你知道神国的工作 多了一种程度 你都知道 我首先你活了一百岁 我活了一百岁 神节之后 一百岁就很健康 你不眠不眠地服侍 到你离开 翻天家那天 神国的工作 当然千分之一都做不了 今天我遇到很多人 就是他们 我们去到奔城 大家都在谈 很多人比退休 很多人比退休 奔城在去年 被列为是 全世界最适合退休的一个岛 今次是一个岛 我今次就找到 是不是真的这样才退休呢 很多人比退休 香港人的第二天 就是青迷 这两个地方 很多人比退休的地方 当你发觉 你发觉 其实 现在的人 随随剪片 可以活到九十多岁 即是 我算你六十五岁 退休 你活到九十岁 你还有三十年 你做什么呢 看一看一看 吃一看 但我已经够喜欢吃东西 但我吃了一个月之后 我都吃不下了 你没有人退休之后 可以focus 全时间吃东西 因为我旅游 偶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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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都要有些东西 你值得investorize 商人工作 任何一个地方 无论你选哪里退休 选哪里的教会 只要有福音工作的地方 等于你仍然健康 我都觉得值得你花时间去投入 因为这个唯一一步 给我们这个社区 依然有个盼望的 出生的一年 我们一起努力 即是分工去做好 我们一起去祈祷 祝我们的天性阿父 多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多不幸的 有时我们疲惯了 不够敢来你面前去认 去反省 去痛快 但每当我们在你面前 真是痴心力肺 开始痛的时候 你的安慰就留不到 你那种 真是我们被赦免的 那种的确认 那种的affirmation 就留不到我们 我们才知道 原来主耶稣 真是背了我们的 最惊的十架上 我们一生都欠你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一年 多点时间 纯常反省 少点埋怨我们的家人 少点埋怨我们身边的人 少点埋怨教会 埋怨小组 多点看看自己的不足 多点来你面前认罪反省 多点领受你的安慰 也帮助我们看到 在这个惩恶的世界 福音才是我们的奖务 让我们有这样的motivation 多点的passion 去投身福音的工作 我们今次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灵求 阿们 阿们